我們上禮拜講到高溫屋館進行高溫的氧化過程 講介紹了細晶圓的氧化 然後中文講到說高溫會讓化學反應速度變快 所以在進入高溫的之前 晶圓表面一定要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 並沒有任何雜質進到屋館裡面的話 整天晶圓就會光光了 所以我們今天從清洗開始來介紹 那講到清洗的地方呢 我就來講到在清洗過程中 會用到的一些酸劍的一些步驟過程 首先 晶圓要進入到加熱的乳管之前 一定要先經過清洗才能收進高溫度 而在清洗的過程中呢 主要分為一些個步驟 首先第一個 晶圓在一般環境是久了 很有可能會有所謂的4-1環環 就是空氣中的灰塵 最後呢 掉在晶圓表面 就好像各位如果 各位的房間很久沒有回家了 很久沒有打掃金具 可能有一堆灰塵就是一樣的 因為空氣中可能就會有灰塵為例 而精緻久了 就會有無傷的晶圍 那無稱之的工業一樣 雷明的佛羅只是什麼呢 氣瓶是往下吹 盡量讓它吹掉 但不代表沒有 只是說它會把它給它吹中 而晶圓在製作 在移動的過程中 表面可能都會沾到空氣中的圍裡 所以清洗的第一步驟是什麼呢 清洗的第一步驟就是沖水 沖水 所以第一步驟就是用大量的水 去沖刷晶圓表面 而這些沖刷晶圓表面呢 就可以讓表面中的粒 或者是任何可以溶解於水的污染物 盡量把它給沖刷掉 然後沖刷掉 而整個晶圓表面的污染物呢 主要會有粒子 就是空氣中的圍裡 還有什麼呢 表面可能會有一些有機物 或者是一些其它的原生涼化層 或是表面缺陷這些東西 晶圓表面可能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一開始呢 第一步清洗達沖水 沖水可以將粒子給沖刷掉 或者是有些可以溶解於水溶液的 雜質給洗掉 清洗是最基本的 清洗完之後呢 表面的可以洗掉的唯一就先洗掉 可以溶解於水就溶解於水了 然後接著呢 晶圓表面放久了 可能會產生一個原生的化身 上一段已經差不多 內骨阿塞就是什麼呢 空氣中有氧 水裡面有氧 你晶圓久久放置在空氣中 或是藏 放在水裡面久了 表面可能都會被氧化 所以一步之後 先把表面的原生涼化層給清除掉 所以 人生涼化層靠什麼去除呢 清佛酸 靠清佛酸 走到這邊來 所以 清洗 的第一步 就是沖水 而這個沖水呢 不是各位一般水頭裡面有的水 它用的水我們稱之為DIY呢 叫做什麼呢 去荔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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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除荔脂的水 去荔脂水 去除荔脂的水 去荔脂水是可以經過 其設備產生的 它有點類似於 ROT滲透的想法做出來的 去荔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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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去荔脂水 就是di-ionized water di-ionized water 一般如果各位從自來水廠 自來水廠有什麼 接雨水 接雨水流下來之後呢 經過沉澱 經過殺菌 豬之類的 那一般自然界水中水裡面還有很多的礦物質啊 還有一些金屬離子啊 納離子 甲離子 蓋離子 豬之類的 還有一些因為殺菌所供到的濾氣豬之類的 所以傳統自來水廠 各位一直到水中後打開出來的水 這個水是不能夠使用在大道理之層的 一用就回掉了 一用就回掉了 所以一定要把這些沙子全部都去除掉 變成純順 超純順 裡面沒有礦物質 沒有任何的金屬離子 諸如此類的 然後這叫做去離子水 那去離子水呢 基本上經營廠都會有這種 去離子水的自備機卡 先測不了 但是我可以把這裂用心打開的 你不爭取了 我放棄了 你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影片點這樣 看一下有沒有影片點這樣 好不好 這裡 基本上 噢 好 轉過來 所以 一般而言 DIY就是DIOMISE的WIRE 是一個純淨水 它是個純淨水 超級純的純淨水 而它的唇部要用什麼來 檢查 基本上就是測 電阻 測這個水和電阻 大家知道 以前國中平和上他們有一個問題 水擋不擋電 這個我們純的水不太擋電 不純的水 比較擋電 就好像尿 純淨水比較擋電 那一般 純淨水的組織要高達到多少呢 它高達至少大約20Mhz左右 電阻值非常大 電阻值非常大 大約高速式的Mhz的電子距離 所以它電阻值很高 我們要這麼純才可以用 那我們DIY的抽刷表面之後 接著要清洗 原生感發生 所以第二步要幹嘛呢 第二步就要用氫泡酸 但是是C4的氫泡酸 有氫泡酸 所以簡稱叫做DUHF 通常會使用什麼呢 呃 這個氫泡酸的比例 如果是水 加 HF 一般會使用 1000比例 的氫泡酸 超級氫泡酸 因為原生氧化成 很容易10顆 只要有一點點佛越粗就可以10顆 所以用1000比1 就夠了 當然你也可以濃墊100比1也可以 就是比較浪費 你的化學能力用的越多 當然10顆速度越快 但是就是比較浪費 因為在這一步要去除的是什麼呢 這一步要去除的是Native art 原生跟化成 四位去除原生跟化成 Native art 好 所以一個晶圓 拿到了 大家知道從 晶圓製造商拿到晶圓 拆通之後 你以為是最乾淨的話 並不是啊 它的泡光軟或是手段表面 還會有殘存的 粒子 或者是 什麼呢 或者是 細的衛浴 然後呢你要先經過沖刷 經過氫泡酸 把Native art 泡掉 使得要露出乾淨的 細表面 接著再來什麼呢 接著 氫浮酸泡完之後 這時候呢要再去沖水 因為表面可能會有全程的氫浮酸嘛 可能會有全程的氫浮酸 而講到氫浮酸就要特別注意到 氫浮酸不可以用傳統的燒杯裝 因為氫浮酸的目的就是什麼呢 氫浮酸就是會十顆二氧化系 而二氧化系就是什麼呢 玻璃 玻璃本身的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系 所以如果你拿個燒杯 裡面裝了氫浮酸 然後呢 燒杯就會脫漏 就會被溶掉 然後氫浮酸就會打出來 氫浮酸是我們在無塵室裡面 碰到最可怕的酸鹼之境 所以的話是什麼呢 氫浮酸 它除了會十顆SNO酷之外 它會十顆蓋 氫浮酸會十顆蓋 哪裡蓋最多 就是各位身上的骨頭 骨頭是蓋越多地方 氫浮酸呢 骨色 欸有沒有胃油罩就乾淨了它 至少打開有沒有看到胃油 所以它接近骨色骨胃 很有可能在無塵室裡 給你看到一個透明的椅子 在桌上 它可能就是氫浮酸 氫浮酸可怕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碰到它的那一瞬間 你可能沒有感覺 如果只是輕微了 你沒有感覺 但是它會開始滲透到你皮膚下層 然後呢 去碰到你的骨頭 幫你十顆骨頭 所以 氫浮酸呢 又稱之為化不順 各位在陸頂敬為小道的影片 常常看到的東西 就是常常要毀屍面積 然後把骨頭給 溶解掉了 就是用 氫浮酸 所以氫浮酸是無塵室裡面 非常恐怕的一個酸筋 不小心碰到了 其實不管是什麼酸 只要在無塵室裡面 碰到未知的酸 讓它感覺到刺痛 或是你不怕你碰到了 第一步動就是怎樣呢 先沖大量的水 先沖大量的水 把這些酸筋可能的 沖刷掉 或吸濕掉 接著 邊沖水邊大電話 趕快求救 當然如果你覺得沒有人自動 你可以自動到保健中心 然後呢 無塵室裡面都會配搭一些 軟膏 或者是可以 綜合這些酸筋的做法 氫浮酸它會時刻蓋 所以你要 你碰到氫浮酸要怎樣才可以 減低它的傷害 除外出過沖完水之後 接著就是呢 給它蓋給它消耗掉 如果它沒有造成蓋消耗就會拖它進去嘛 所以呢 無塵室裡面通常都會被有 那個葡萄酸乾 葡萄酸乾 葡萄酸乾它可能是軟膏 就是趕快塗一塗 就是讓它消耗掉 葡萄酸乾 那有的是粉狀 有些無塵室用的是粉狀是怎樣的 你還要再加點水 調一調 再開 那如果是 很不幸的你被大量的氫浮酸 滲透到裡面去的話 那就要注射了 就注射了 對 應該會不是一般的就是注射的東西啊 就要打成蓋注射了 所以要小心 氫薄酸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它絕對不能夠用 玻璃製品 它到底用什麼呢 用我們俗稱的鐵芙蓉 黑芙蓉 鐵芙蓉的 材料 鐵芙蓉材料的東西去撞它 輕薄酸是要用鐵芙蓉的材料去撞它 所以 基本上 清洗的機械我們稱之為 酸鹼槽 一個酸鹼槽 可力所用到的設備 它是個酸鹼槽 或者說酸鹼化合 酸鹼化學槽 所以 最後 那個裡面都是摔跟簡簡單的容易 而且它是一個工作平台 這個工作平台裡面會有很多的化學槽 先進一點的就是炒 落後一點就是燒焙 就是平面裝作用大容器 那比較先進一點的是 每一個都有鼓勵熬下去的容器 那這個工作平台稱作為私事工作平台 私事工作平台 我們就簡稱 我們就稱它為叫做Webitch 私事工作平台 叫做Webitch Webitch 寫的有點多 再把它 擦掉下來 所以 所以進行這種 這種私事的化學工作平台 我們就稱之為Webitch 我們就稱之為Webitch 而這個私事的化學工作平台裡面 一般如果你用到的酸件裡面 包含 青果酸的話 通常就會用鐵鎖或柴藥去打造它 而且鐵鎖的材料很貴 都會使用鐵鎖的材料 白白的 大部分都會用鐵鎖的材料 就會比較好 所以Webitch的造價就會比較貴 那如果一般 你不是使用酸件物的 你是使用有機物的 通常為了便宜 有機物可能就會使用一般的 鐵製品牌 什麼叫鐵製品牌 回家去看人家的廚房 廚房用的水槽就是 不鏽鋼有沒有 用不鏽鋼的品牌 鐵鋼你不鏽鋼貴太多了 所以一般的私事工作平台 在吳森室裡面有兩種 一種就是酸鹼用的 一種是給有機物在使用的 通常兩者會分開 通常兩者會分開 因為 有機溶劑如果碰到一些酸鹼它可能反應會太劇烈 會危險 所以通常 有機物或有機溶劑 在處理的私事工作平台 跟酸鹼 純酸鹼 就是 專門 做清洗 可以使用的酸鹼 這兩個會分開 這兩個工作平台會分開 那如果你很有錢 你把那個 只要是工作平台用鐵鋼財 那是最難捐到錢 那有時候為了省錢 有時候 有機物的這個工作平台 有時候你會看到是鐵紙鹼或是骨修鋼做的 但是最好還是鐵鋒做是最好 鐵鋒做最好 而剛剛講過 我們CLEAR的第一步就是沖洗DIY 沖洗DIY的完之後呢 一般沖洗多久 硬包會沖洗5分鐘 就是一直沖一直沖一直沖 那後來會有那個 後來是直接它的水稍微注入水 然後呢沖刷然後再把水排掉 再重新累積重新汽水 然後沖刷再改掉 所以它是不斷的 沖水排掉水 沖水排掉水這樣子 這樣連續好幾次大約7-8次左右 5分鐘 過去 把這些沖刷完的水都會排掉 它不會一直堆置在那邊 那如果是燒杯呢 如果是像全校使用燒杯的 燒杯沒有一個洞給牙排掉 它是怎樣的 就是一直沖水 然後讓它滿出來 滿出來就是排掉 就是排掉 所以呢 就會水溫都開始沖 就會開始沖我們都會壓 沖完之後大家講過 使用的是什麼呢 稀釋的氫弗酸 也就是水 加HF 大約 1000米 然後呢去吃 二氧化石 去吃顆 二氧化石 而我們現在最主要的目標就是 這是什麼呢 Naked 阿彩 原生氧化石 那如果天底是一個螺片 bare silicon 就是 上面完全沒有 热關的 細晶圓的話 你會很明顯的看到 細晶圓表面 Silicon 表面如果是乾淨沒有阿彩的話 它基本上它是赤水性的 就是 放到水裡面拿起來 沒有水膜 你就會看到 想喝的水出水出 它會把水洗 它表面不會吸附水 它會很乾淨的裡面沒有水 它是赤水性的 但是如果你是二氧化石表面的話呢 它是清水性的 它是清水性的 也就是你的是一個微波放到水裡面拿起來 表面會有濕濕的一層水過 會有濕濕的一層水過 所以如何判斷你表面阿彩石都高了沒 只要拿起來表面不沾水 不沾水就是 沒有二氧化石 所以 Silicon Weaver本身是 細的表面本身是赤水性 但是SIL2的表面是清水性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 Weaver表面 沾不沾水來判斷 它是 Silicon Weaver表面是Silicon還是SIL2 然後呢 泡完這個之後呢 這個通常只要 泡個 泡個10秒到10秒左右就掉了 接著上回來沖DIY挖的 再沖5分鐘 沖完DIY挖的下一步呢要幹嘛呢 DIY挖的就是把剩餘的DHF 你趕快要搭建國 清泡算是很危險的 用完之後呢 表面如果還有殘存 或是你的清局有殘存的清泡蛋 一定要用水 給它沖掉 沖掉完下一步呢 是用什麼 是用硫酸 加 酸水 加 水 硫酸加酸水加 喔不是 請錯了 不好意思 沒有水 就是硫酸加酸水 不可以加水 硫酸加水就完蛋了 硫酸不能加水 是硫酸加酸水 3比1 3比1 硫酸酸水3比1的比0 然後呢 硫酸加酸水 記得 化學容易的配法是什麼呢 化學容易的配法 還記得嗎 如果不記得 基本上是這樣 先弱的 再採的 然後呢 最後再加 氧化劑 氧化劑是要最多的 那像這個只有兩人 雙氧水是兩化劑 水是先 硫酸 炸 雙氧水 順序不可以反過來喔 順序反過來 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要小心那個 剛上去的時候 就要小心它才是 太極緣的化學錯了 而硫酸加雙水 是個放熱反應 所以當你倒完油酸 還是室溫 雙氧水大下去 哇 瞬間發熱 高達120度 熊熊 如果你下面還有電油池 那個池就會降掉 就太爛爛掉了 不是這被你污染了 也就 怕你好 好 這會放熱反應 它會瞬間 把它放熱到120度 那一般我們要求 操作溫度大約80度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桌子配新的 配新的就是120度 爽 洗最乾淨 越最熱 化學難度就可以了 油酸加雙水的目的是什麼呢 它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 它有去除 去除有機物 因為有機物會怕流酸 要說流酸加雙水 因為它有很強的氧化能力 所謂的有機物就是有很多的 碳氫漸結 而不論是碳漸結 或是氫漸結 很容易跟氧結合 然後融結在水裡面 流酸有很強的 去除有機物的能力 第二個 還可以去除什麼呢 大部分的金屬 或是金屬離子 都可以跟 硫化物SO4 這叫做硫酸跟 硫酸跟離子結合 變成水融蜜 所以它可以去除 許多的那一種 它可以去除許多的那一種 但是有少部分的金屬不怕硫酸 但是我們戰略測試也放到大部分金屬不怕 通常我們 外包製程當中 比較不怕金屬的最主要是 只有誰啊 只有金煙不怕 哪看的淡化物也不怕 還有什麼呢 一些金屬細化物 也比較不怕 但是不怕 不代表會被塑膠 基礎細化物還是很容易被氧化 所以 基本上 絕大部分都會怕硫酸 所以用硫酸呢 可以去除 有幾乎 那通常就會泡 泡多久呢 泡10分鐘 這種硫酸就是泡10分鐘 那這10分鐘呢 裡面會一直有打氣機 就好像銀鋼一樣 所以這個水流的硫酸是一直在 一直在流動式的 一直去作用 那 硫酸加霜水這個容易我們簡稱叫做spf 硫酸加霜水這個的成分 我稱之為spf 那spf是去除有機物 也可以去除金屬 去除一部分的金屬 去除完之後呢 不免俗的 拿起來之後 要趕快的再去泡水 再把 沒有反應完的 或者是表面還 還留了spf 趕快去除掉 一樣沖水五分鐘 把那些spf一洗完後拿去除 而這時候人氣很表面 又是深層的一層能化成 因為酸加霜水是一個很強的氧化劑 所以當你在泡這個容易去除有機物學部技術的時候呢 你表面又深層了一層 氧化成 這層氧化成是因為酸加霜水裡面的氧化性很高 它會跟你的吸氣氛表面也成為氧化 那這個氧化氧就稱之為chemical氧化氧 這時候會生成 所謂的化學的化氧 因為它是化學容器泡下水這種時候產生的 我們稱之為 chemical氧化氧 這邊拍照 就稱之為chemical氧化氧 在這邊換洗 然後呢 去除完之後呢 下一步 下一步 開始要不要泡什麼呢 泡氧水 NH4 OH 加上H2O2 加上H2O 這個 安全 那 這個配方呢 蠻多種的 常看到的是什麼呢 常看到的可能有1 比1 比5 那也有可能是1 比2 比7 好 這兩個濃度差在哪裡 你會知道嗎 好這兩個濃度都是這樣呢 水 的比1變多了 換言之再有什麼呢 阿摩米亞的濃度越來越淡 目前的 入脂炎的10次清洗呢 這一步都是盡量的講阿摩米亞的濃度 調淡 調淡 為什麼呢 這一步的目的是什麼 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離子 好 去除particle 而它去除particle用的機制是什麼 它是使用刷藥水 將你晶圓表面 晶圓最表面的細給氧化完 同時呢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你有個顆粒在這裡 你這裡有一顆粒 是particle 然後呢 泡這個容量之後呢 它會將表面給氧化 細的表面給氧化 氧化完之後呢 阿摩米亞會去10顆這個 會10顆氧化層 但是今天這整個就是怎樣呢 就是氧化10顆氧化10顆 所以這一步呢 它會消耗血 因為它會氧化出氧化層之後呢 然後又10顆掉氧化層 而這個particle 下界10顆也會被氧化 被氧化完之後呢 阿摩米亞 再去10顆這個氧化層 在氧化的過程中呢 它又會把它 有經典的作用把它給排斥掉 有赤粒 將這個粒子呢 給移除表面 我找看看有沒有這個 給各位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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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磁的盒水 熱磁的盒水 好 熱磁的盒水 好 熱磁的盒水 然後呢 咬到完之後呢 再用 鞍水 鞍水會10顆掉這氧化屋 那在10顆的過程呢 它就會 它就讓表面10顆掉 讓製成particle下界的東西 被10顆掉水通之後呢 然後呢 再加上 會有很多的OH件 鞍水放到水裡面 它會產生很多的OH件 這OH件 就會吸附在表面 以及吸附在哪裡呢 這個particle的表面 然後呢 再利用供電排斥之後 你會把OH件跟OH件之間 會有刺力給排斥掉 所以呢 它就可以被 移除 好 它就可以被 移除 所以 NH做OH 可以去除表面的圍律 可以去除表面的圍律 那再回到這邊來 來 所以 這一步驟呢 基本上 基本上也在85度C左右 在這四個方向操作 然後呢 剛剛講過 因為它的步驟 會氧化系 變成二氧化系 它如果在10顆部分的二氧化系 所以它會導致 C的表面 被消耗掉 C的一顆被消耗掉 那因為它會4顆C 而C的表面 就不同的金剛 它10顆數率不同 導致如果它的10顆 速度 太快的話 兩邊會被吃得坤坤八巴 坤坤八巴 那表面如果不坤 不平坝 做的员 tweet 就會 客行就會不好 所以現在 個 revolutionary怎麼做呢 這一步的都相關保 NH4 Soft 都會取得濃度調降 使得不要讓它開始喝心晶圓表面 除了把濃度調降 它有找把溫度調降到可能只有75度C 或者是70度C 就是減少這一步的滑雪反應 造成你的心晶圓的弱點死 而這一步呢 我們通常都稱之為 標準清洗步驟群 Standard-01 簡稱SC1 這一步驟通常叫做SC1 硫酸叫做SPM NH4OH叫做SC1 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去除氾濃 好 好 所以 Armonia取除完之後呢 下一步 來 再講下一步之前我再回到 所以在SPM有三個硬體要抓 先從酸鹼度最低的開始抓 所以這三個裡面誰在酸鹼度最低 水 水 所以 凡是這個人裡面有水的 水都要寫要爆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落酸落節 再強酸強減 然後氧化氣最後 好 那這個就只有三下 落酸落節最弱的就是水 而氧化氣都要最後 所以先後瞬間是什麼 先裝水 再注入 Armonia 最後再放 蒜蓉水 然後 升溫 因為它本身不會放到滿地 室溫液加在一起就是室溫 你要把它放在加熱器 加熱到七八十度以後 再開始清潔製成 那泡完之後呢 一樣 每一個酸鹼結束之後 不要忘了 都要再回去 充DI挖個五分鐘 要把 剩餘的酸給 清洗掉 回環你 乾淨的表面 然後接著呢 第八目 要靠 HCL 加H2O2 加H2O 加H2O 用這個 這個好像是1比1比6 我看一下 我記得是1比1比6 我看一下 我記得是1比1比6 我看一下 我記得是1比1比6 什麼高位接力度呢 以前我在學生的時候 那時候 五層次的環境沒有什麼先進 就是 你個的酸就是真的要拿燒杯 然後自己拿酸 一桶酸拿起來 然後呢 慢慢倒慢慢倒 都會計下來 那兩倍刻度要多少 都會計得出 但是現在呢 先進機還是怎樣 它是電子化的 它的RESUM就要寫在裡面了 你只要按說 我要S7-1 按下去 它自然就會先後順序 就幫你 自動化的 重複進來 而且會有先後順序的 慢慢一點點點 它自動就把酸灌進去 然後就 水灌進去 酸灌進去 雙水灌進去 喔 就好了 現在是自動化到 你只要按 RESUME-1 跟 你根本就被 你知道RESUME-1 現在就是如果要寫寫S7-1 就可以了 所以9和9分 這些幾乎都沒有在背 因為機械端已經全部自動化了 就好像去 有些做藥有沒有 有些 烤麵包機 或者是有些烤箱已經自動化了 RESUME-1 自然就會隨著時間 在網店 好像作品上一樣 好 1比1比6 然後一樣 大約加熱到85呼吸左右 好 這部 這部是幹嘛呢 那這部 HCL就是我們所謂的 鹽酸 那 這個融合呢 HCL 加熱過度 加水 這個我們稱之為 S7-2 標準清洗二 Standacly-2 那這一步驟主要是利用什麼 主要是使用這個 綠粒子 綠粒去跟什麼 去跟金屬粒子 產生反應 形成一些金屬錯化物 然後呢 把它冷卻在水裡面 所以HCL這一步呢 主要是去除金屬粒子 去除金屬粒子 去除金屬粒子 把它給 把金屬這些 什麼金屬 金屬結固族的元素 竟然把它化現反應掉 不要讓它露在我的金屬表面 清洗它 一樣 清洗式運動 那HCL結束之後呢 接著 它是去除我的金屬粒子 金屬粒子去除完之後 然後 一九五 來 先問各位 它的能力要先抓 先水 再 HCL 再 雙水 只要容易沒有雙水 雙水就最後再加 最後再加 好 洗完它之後呢 一樣按照我們今天說法 還要再沖DIR 把剩餘的全部泡妙 好 把多餘的HCL HC1全部吸掉 變得乾淨的表面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剛剛講過 SPM裡面有酸氧水 阿波尼亞也有酸氧水 HCL容易 HC2裡面也有酸氧水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新晶圓表面都處於一種 被CAMICAL 阿散包絲的狀態下 表面一直有CAMICAL 阿散 因為一直有 槍要刮起 所以 在清洗完這 SPM 阿波尼亞 HCL1 這三種能力之後呢 最後一步 再把表面的CAMICAL 阿散給 去除掉 要用什麼 我們前面講過 容易裡面要去除阿散 那最好認為就是 C式的青活酸 所以馬上再回過頭來 C式的青活酸 這樣很好 就可以把皮膚都阿散去除掉 把皮膚都阿散去除掉之後 去沖水 再去沖水 沖完水之後呢 就會一直完全把所有污染物都去除掉 有機物去除掉 金屬磷子去除掉 趴裡頭給去除掉 後 露出乾淨的細晶圓表面 後 拿去 雪丹 把他去旋乾 拿去旋乾 就是所謂洗衣服中的脫水動作 就是旋轉 把所有多餘的水分全部用旋轉的 利用離心力把它甩開 這樣 就完成了整個清洗步驟 所以整個清洗步驟這樣寫下來 12步 一片機率拿來 表面有什麼張動機不知道 反正早知道我也看不到 第一步 沖水 沖水5分鐘 沖完水5分鐘之後呢 泡THF 泡了20秒左右 泡20秒按起來 再去沖水5分鐘 沖完水5分鐘之後 DHM是去除 沖完水把DHM泡完 之後呢 泡STM SKM主要是去除 有機物 去除金屬離子 甚至去除金屬材料 跟泡路的東西 去除完之後呢 沖水 把STM給 去除掉 沖完水之後呢 SCA1 SCA1 是去除part c 這去除part c SCA1完之後呢 再沖水 然後呢 再進入SC度 SC度是去除金屬離子的 去除完之後呢 然後呢 再 沖水 沖水完之後呢 最後只用第二圈 把CAMIC-R再泡掉 泡完之後再沖水 再選單 這樣子完成一套 標準的 RCA-CLEAR 裡面包含了 用到的酸碱有什麼 有輕膜酸 有SEM 有SC-1 有SC-1 來 請問各位 做完一套 RCA-CLEAR 大概錄補一下 花多少時間 好 要多久 如果各位非常的快 手速的話 一步一步的快 花多久 幾分鐘 5分鐘 拿兩個後 20秒 送他 好 出來喔 5分 20秒 拿起來再套5分鐘 看幾分鐘 10分 20秒來計程 10分 好 再來 再來 泡幾分鐘 10分 10分 每一套 SES 雖然也是速度到10分鐘 這樣就多少了 20分鐘 再加15分鐘 多少 25了吧 不是 50 25 再加10分鐘 35 35完之後 泡水5分鐘 40 再泡 10分鐘 50 50完再泡水 55 再泡10秒 再泡10秒 55分40秒 再泡水 60分鐘40秒 再水乾 所以你看座椅好像中間完全不停接 一天 至少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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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一天當中 齁 接著就要講一些 53 什麼 10 一個小時 好久 那有些人 齁 為了實驗要 快一點 請問如果我問你 你要省略步驟 你會省略哪一個步驟 今天如果你今天想偷來一下 省略起頭的步驟 你會想要省略哪一個 或者是 哪一個絕對不能省略 齁 輕活酸是不可能的嘛 因為這裏面當中 只有靠輕活酸 可以把整個 那一巴探 可以把他探剝掉 而且輕活酸 才站20秒而已 20秒你都 不願意了 你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 請問 這三種酸鹼 你會看到 它可以去除有機物 又可以去除那一種 好 它去除就是 它有 真的去除 沒頭拍喔 可是 剛剛講過 它也會去除 清楚嗎 對不對 開展流出來的重要是 就比它還要 高檔一點點 再加上 NH4 它去除 它有的情緒 用的是什麼 細晶圓表面先氧化 再10顆嗎 那我這一波 會不會氧化細晶圓表面 也會吧 那我在靠細波酸的時候 10顆的步驟也會有 它只是少 OH件的 負個排斥力而已 但是它大部分 八成的功能它也都有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根據理性的思考 如果今天趕時間 那我至少也要做SPM 對吧 洗個流川 換個DHF 欸 它至少一天完成我 整個RCE的可憐當中 有八成的心情水準 我自己感覺它 應該有八成成到九成左右了 再加上這裡的學校 你多說這兩高 會比較乾淨嗎 很難說 很難說 這都被乾淨了 多泡一次也摸不動起來 萬一這什麼髒髒的 前一個人沒有那麼乾淨 怎麼辦 好 因爲什麼呢 因為這些酸鹼 好 如果是管一頭的實驗室 它可能 一天才換算一次 而換算就是 早上來的時候才換 之後一整天都是 使用別的一次用過 它已經痛過不多次了 好 而且你在使用這些酸鹼的時候 你還要升溫 比如說我今天要來做實驗 我要來做SC1 結果你看它 這個水槽 因為你用 上一個又晚了 已經過很久時間了 因為只要用完 那你把水 不知道把水槽不能關掉 怕加熱其實會停掉 容易就會 回到 室溫 你要再用完 你就要再重新加溫 那就像是排水一樣 各位要泡麵 最麻煩的是什麼 要先燒水 對不對 如果有個熱水機 就在這方面 對不對 就是這樣 要燒水 那就要等很久 但是 如果是這一道呢 如果今天是這一道 我看到還是室溫 通常啊 我剛剛講過 它是放熱子層 你有兩種步驟 第一個喔 我直接再住 我給出溫 我只要住 給出溫溫下去 它就會放熱 它就會升溫了 但是你的濃度就會 比較淡定 那在業的做法 是比較多的做法是什麼 直接室溫吧 我直接把這個酸給排掉 因為要排酸 必須要溫度多滴才能打 不然會傷太短 比如說這個 再做完這才是把水 你這種排酸 就會傷害到你的管線 所以一般要排酸到 加到室溫 所以這兩個 就像它是室溫 你要排酸 你把排掉再重新注入吸的酸 你還是要加溫 這樣要花時間 但是這個把酸排掉之後 酸注入完了那一瞬間 就一拜二十溫度 所以它是速度 最快 最好的 所以無二無二 不要省畏這一步 兩星建議這一步 你得上千軍萬馬 這一步又方便又快 唯一浪費的只是流傳 流傳 這時候問各位 請問一桶酸多少錢 哪個概念 一桶多少錢 各位知不知道一盒金圓多少錢 一盒金圓多少錢 一盒四吋金圓 好了大約要 五六碼一片 那一盒有二十四片 所以加起來就是一萬塊 六吋金圓一片多少錢 好一點要八千萬塊 要九百多 一片多少錢 兩萬多 一盒二十一片嗎 兩萬多塊 一瓶酸多少錢 幾百塊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 我酸子要一出問你 我怎麼會毀掉 我直接排到出入新的酸 他的成本還不及我一片金圓的成本壓 所以行為想只要我實驗成功 這點浪費 總比實驗從哪一次要騙壓 所以清晰務必要做全 你如果拖完或者是用到乾淨的 那就 那你的成本就大多了 何況清洗步驟是不斷的要清洗 會經過好幾次清洗 只要行動原步驟清洗出問題 你的原件人可能就失敗了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清洗步驟 而這大概重點你會看到 光是水就沖了多久 五 十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這三十分鐘水是一直咕嚕咕嚕咕嚕的灌喔 不像這個酸鹼配合的時候就發亮了 所以就知道清人差每一次清洗 三十分鐘 不間斷的水流 就過去了 何況它一直不斷的 有許多的招民 只要有加熱這種 都知道進機台之前 它要去機台做時間之前 都很多都需要一些沖水 要乾淨 你就知道機源廠有多默 需要水 所以一旦台灣缺水 對機源廠而言就是很大的災難 所以機源廠絕對不能夠缺水缺電 因為它機台是24小時的來亂 所以它絕對需要電 所以曾經有人講說台積電一個三耐滴或五耐滴的機源廠 它自己就需要一個小型發電的電量 因為它太耗電 但它賺的太多了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台灣電不夠怎麼辦 不過台灣電是夠 我們政府說電是夠 所以有電 現在的電 開銷開水缺電有沒有 再說 那你蓋了再說 那現在正在蓋燃燃燃的機源廠 然後再來就是水 所以呢 金源公司 金源製造公司 金源專工公司 海經電電製線廠都會跟一些水公司合作 一旦缺水了,他也可能去跟人家买水 整个罐水车就直接从人家公众再放过来 他不能缺水 他也可能都没水喝的,机员都不可以没水好 对啊,那个工程师可以水喝喝的 但是机员能喝喝的吗?不可以啊 机员一定需要最干净的水 以前这张学生就发生过什么 有学生在工程师里面自己带水品装水回去喝 但是这个水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水 它就是纯粹的H2O 里面没有化物质,没有维生素,没有什么 阿零巴 所以他真的是补充水费,但没有任何养分 所以基本上人去喝这种水 当然没有坏处啦,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啦 所以以前我在大学生实在真的有人拿DIY在喝 其实在小的在想自己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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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